Odia Jungle Odia Jungle 1月19日,回顾特朗普2017年11月访日期间的发言说,一想到他想对日本说的就一句买我们的武器,就很失望,报道称,特朗普在2017年11月6日举行的日美领导人联合记者会上强调,安倍首相会大量购买美国产的军事装备吧。 对于这种以对朝政策为名,迫使大买装备的言行,日本外务省消息人士称,感到有点怪,报道称,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,TPP也加剧了这种不信任,因为日本认为TPP能构成对中国的防波堤,一度期待可以尽早生效。 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提高警惕称,特朗普只好绿本国利益,提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,只是时间问题,即便如此,安倍及格辽丝毫没有表露出对特朗普的疑虑,始终强调日美关系稳定,这反映出的是日方的不安,即一旦引发不满孔动摇同盟关系。 给别国以可乘之机,外向河野太郎在1月19日的记者会上,被恩吉特朗普就任迎来一周年的感想时,坚定地称日美同盟前所未有的稳固。 报道称,安倍也十分注意,在2017年11月的日美领导人联合记者会上,面对购买武器的呼吁,立即回应将从美国购买更多,以保持步调一致,同样在应对朝鲜问题上,一直持有全面支持美国的态度。 报道称,关于如何维系与特朗普的关系,日本今后或将继续伤脑筋。 资料图,2017年11月6日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,新华